ID Software在1995年發行了Warpens Night 3D 然後在1到SFC版的時候 其實ID Software是非常的不開心的 為什麼我要提起這個東西 為什麼要提起這件事情 因為還真的有另外一款遊戲 山寨這款遊戲 因為ID Software給他們的原始碼之後 做了一款未經官方授權的遊戲 而且聖經還在天使沒賣 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就是 聖經遊戲 首先我們要來談論第一款的聖經遊戲 是這款叫做 Super... 呃... Super... Noia... 3D Ark... Super 3D Noia... Super Ark Noia 3D? 好吧 它怎麼唸都是很順的 可是你就是說 實際上它的名字到底是什麼 我告訴你 它的名字叫做 Super 3D Noia's Egg WOW你怎麼不把名字 好寫清楚一下 是Super 3D Noia's Egg 還是... Super... Super Noia's 3D Ark 你都沒有搞清楚 一開始遊戲 名字就搞不清楚 這已經是一坨屎的徵兆了 然後這坨遊戲的PC版 這感覺還在新生命... 這樣子大喇啦的 而且現在還是 Steam Greenlight 票選的出 WOW 這個還算票選 就直接落選就好了嘛 WOW 這遊戲怎麼會鬥算呢 我不懂阿 WOW 那是你們自己看看開發人員 wisdentree.inc 等一下 我記得我們之前講過的 Bible Adventure 跟 King James Bible RGB 好像都是Wisdentree搞的 不會吧 該不會所有的聖經遊戲 全都是他搞的吧 WOW MY GOD 你能講的所有的遊戲 都是他搞的嗎 好吧 太早下定論了 因為我們才看兩個聖經遊戲 這才是第三個吧 好吧 呃...我們先來看一下別的 其實最最主要使的地方就是 他SFC版的卡帶 怎麼講到不得心 你們自己好好看看 SFC的卡帶 他這個樣子是 呃... 好吧 如果我有轉一個面的話 你會翻了兩邊都有個插槽 嗯... 等一下 SFC上面所有的 山寨遊戲 看看... 未經授權的遊戲 只有這一個 哎唷 只有這一個 太省了吧 嗯... 我想會不會這時候的任天堂 在SFC裡面放了防造晶片 呃... 所以只有經過SFC的官方授權之後 我們才能在上面玩 但這可... 啊... 我懂了 原來他們想到 只要把這個卡帶插進去之後 然後在上面再插另外一個是正常 並且是官方授權的卡帶就可以了 哇... 你居然還找到破解方式啊這個 太神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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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們現在來談的是 Super 3D North Ark 的... SFC版 不過我要講一句實話 我管它什麼版本 反正它就是蠢到爆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想要用 蠢這個... 這麼... 充滿意義的字 說真的這個... 真的沒什麼意義啊 總之...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款遊戲 就看起來這個跟... 就是... 我分身在3D 根本就是相差無幾 因為它本來就是用這個遊戲 引擎所刺出的嘛 那我無考可說 只不過... 呃... 在這裡我有一個問題 它怎麼好像看起來 沒什麼特別原創的地方呢 我也不知道 也許是會太神經詞了 然後... 走到原創的地方了 這是什麼呢 沒想到 我說真的 我怕你沒有讀過聖經 聖經應該是說 Nosh 這裡所有動物都選了兩隻 我說兩隻喔 兩隻 從方舟上面去 可是我已經覺得說 這個方舟上面怎麼這麼神奇 什麼動物都有 不不不不不不不 是 怎麼只有這一頭褲子的山羊 Oh my god 這也太多了吧 怎麼好像跟聖經上面講的 完全不一樣 只是我說真的 你有看過哪一款遊戲 是FPS遊戲 然後Yoshi Noya 來當作主要的 我的天啊 你有看過哪一款 說這款遊戲 在我看 我沒有看過別的了吧 而且酸的 你敢相信嗎 這遊戲其實是 因為我們 設了這一些 食物 然後餵給他們 這有一個問題啊 為什麼他的食物隱形呢 根本連看都沒看到 你這一看 無形的耶 無形的食物是怎麼回事 我現在也搞不清楚了 還有在想 這些山羊會不會實際上 只不過是原本的一些 呃... 就是原本的一些士兵之類的 呃... 對啊 為什麼我是諾亞 不是打納粹 是打這些山羊 還是因為他寫的 這些山羊實在是 多得爆了 所以他後來想 嗯... 算了我們還是把他殺了 還有 我說真的 那些士兵 那些士兵開槍嗎 你給殺死了 這一點好像 根本就沒有修改掉 你知道原因是什麼嗎 因為那些山羊 如果在遠處 像你踢腿 都有任何的效用 那意思就是說 那不就跟那些士兵在開槍 然後殺到你 我一樣的道理嗎 嘶... 唉... 我說真的 如果你們要玩 拜託別問這款遊戲 請給我去玩 Warpens 9 3D 這一坨 根本就是一坨石 我說真的 如果你們有看過 Warpens 9 3D 就是我之前22集 講過的東西的話 你會發現啊 Warpens 9 3D 根本就是一款 值得玩的遊戲 你看到這一款 就會發現了 這款根本就是 不值得玩的遊戲 而且你自己 好好聽聽這個音效 我講一句實話 請問一下你被山羊追殺的時候 你還會聽得這麼 輕快 那麼好聽的音樂嗎 我想說不會吧 我的天 這些製作人員 到底在想什麼鬼 有誰會 在這麼 兇殘的世界觀裡面 然後還放一個 這麼舒服的音樂 我的天啊 果然還是這些 果然還是這些 基督教 淨圖 然後又是 未經 授群這些 非常神奇的 遊戲的玩家 或者是遊戲 的公司 才能夠搞出 這一坨 神奇的情況 我的 對 我還想 這款遊戲 不是沒有任何 改進的地方 我覺得看來是這樣 如果你敢跟我說 改遊戲 在遊戲 有哪一款地方 有任何 一咪咪 一咪咪就好 任何一咪咪的改進 那就算贏了 可是說 你看到這個樣子 你還會覺得有什麼樣子嗎 怎麼樣你才可以讓我心服口服呢 我說真的 如果你可以讓我心服口服 的話我把我整個頭 都扒下來給你了 我說真的 哇 總之 這款原本應該打納粹 結果最後不打納粹 還打這件山養的遊戲 我說真的 我放棄了 我是真的放棄了 再來這款遊戲 BibleBuffet 我想知道這款遊戲 跟Bible一點關係也沒有 可是跟Buffet 可能有點關係 好吧 我不管 首先 剛開始他要請你取名字 我一定是要Rock對不對 真的是一個好棒棒的名字 我這集會覺得好棒棒 Oh my god 這遊戲居然會講 哇 有點神啊 這遊戲會講話 好吧 首先一開始你就是這樣子 知道位置 然後 ONE 然後再來你就會進去這個地方 然後這看起來像是一個 Atari 2600的小遊戲一樣 因為 Atari 2600也像是這個樣子 首先我在講的就是 這遊戲的音效 是不是有點太復古一點 然後呢 這又是像獅肉人一樣 把這些番茄全部吃掉 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這就是像Buffet的原因 可是跟Bible有什麼關係 而且這些轟炸大番茄又是怎麼回事 我真的不覺得這些是一個正常的轟炸大番茄 還有這個地方為什麼我還可以放一個像鬆餅一樣的東西 雖然說我覺得它是汽油桶 所以它應該是鬆餅對不對 嗯 我沒有想過鬆餅會在這款遊戲裡面 還當作汽油桶來放 有點神 你知道嗎 還有這個 我講真的 這這這 這個 這個 呃好吧 我覺得這個語音其實有一點無言 欸 alright 然後在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最令人蛋頭的地方 就是說 你可以看這個就是true or false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又不知道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遊戲的問題 居然還在那個該死的說明書上 我沒有說明書 我是要怎麼回答啊 我的天哪 他們對你在想什麼 如果 能夠把這些字全部打在這上面 難道很難嗎 OMG 對了 我要怎麼覺得這個地圖 看起來好像跟Candyland的左右很像 我也不管是這麼回事了 反正我現在已經完全對這款遊戲 完全無法抱任何希望了 只不過說真的 如果它沒有那些以上所說的缺點 其實這款遊戲還算不錯玩的 而且也算一款可能是可以玩的聖經遊戲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我又覺得這款遊戲 如果能夠稍微改進一下 嗯 它也許會不錯 難道不是嗎 好吧 那也只是個人決定而已 因為我說真的 你以為他們真的會把這些全部都改進嗎 拜託我連這公司到底是不是還存在這世界上 我都不知道 你要它做到真的是太強就所難了 呵呵 好吧 講真的 實際上這款遊戲如果沒有這麼Atari 2600的話 也許沒那麼無聊吧 當然 我覺得這遊戲最神奇的東西就是 這所有的東西都想殺我 我的天 那個轟炸大番茄就算了 還有一堆奇怪的東西 難道你們剛才在看我在打蛋的時候 你們都不 咳 你們都覺得奇怪嗎 我的天 你們如果覺得這些是正常的怪物的話 那我就說 呵呵 那你就給我好好的玩片整款遊戲吧 反正我是不想玩的 我放棄 對啊 最好的 你們在打蛋